小走方的构图 这是画一个河野 画盒一般用抖笔根据画面的大小来确定你使用抖笔的大小 保占水墨 然后泼出去就 谢谢大家 换荷叶的时候要 注意荷叶的 侧面和正面 在衣服作品当中要有正面有侧面 从不同角度 这样才有变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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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大的叶子 要找到涨而碎枝 沟叶的沟积 挺有特点的 所以在山水画中有荷叶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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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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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标 画 将属虹画这个核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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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荷花在用笔用墨上 要大胆 要爽快 同时 笔墨要薄 加点墨 强调一下 荷叶的浓淡 有的地方可以用弹幕或者是弹射找一找 这样点的意思 一个是增加它的丰富性厚重感 也有的是画面需要 切上积尾鱿鱿鱿鱷 这小看着几尾小小于 有了它画面就生动了就活了 这种小条鱼它是先用淡末 由头到尾 一笔成形 然后用纵末点睛勾嘴 鱼尾也是后来加上 因为它这个小鱿鱼在水里 游动比较灵活 比较生动 所以说鱼尾要画出动的感觉 动的感觉就不要直挺挺的 因为鱼的尾巴在水里它是起到掌握平衡 以及方向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没有成一条线垂直的 它是时刻的左右摇摆 调整方向调整角度 最后在头背上加一点浓末 这样小鱿鱼就比较精神 这样小鱿鱼就比较精神 河口 河口上有好多小刺 这个刀画完以后 咱们用稍微重一点的墨 点一点 点的时候两边不要平均 应该错落有致 有距有闪 同时要掌握 干湿的程度 太湿了不行 太湿了以后点上去以后不精神 墨就跑了 太干了呢 又融合不到一起 所以说要等到半干 一幅合成鱼细图 基本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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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